專注處理工作 在資訊業擔任主管的陳小姐 四十七歲有兩個小孩 一個國中 一個國小 她說有小孩後 加上這些年的通貨膨脹 越來越不敢想退休 其實退休這件事情 其實我在十年前 應該是說還沒有小孩之前 其實我就有想過說 我幾歲要退休 不想要一直工作 那幾歲要退休 那我退休之後的生活 我要一個月要負擔多少錢 然後我應該要存多少錢 那時候算下來 應該一千萬就夠了 但是現在不行耶 現在我再重新算一下 好像要維持比較退休後的品質 還OK的至少要三千萬 陳小姐認為孩子的這個世代 未來恐怕也不輕鬆 被問到以後會不會 留財產給小孩 陳小姐說 周遭應該有看到那種 會幫小孩子先做理財規劃 但是從小就先幫他們存錢 幫他們做投資 然後開一個戶頭 他們好像跟上一輩的好像 就是跟以前的觀念好像不太一樣 以前就是我先賺 賺夠了 然後我再留 對 那我們現在周遭 包括我自己 也比較會是這個樣子 那至於說 是不是會給他們財產 我自己也是覺得 我會先照顧好現況 因為現在通膨真的是太誇張了 所以在經濟上面 我們希望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多餘的錢 去想說我要不要給他這個財產的問題 陳小姐表示不會想說未來老了 讓孩子有沉重負擔 他會自己規劃養老金 但孩子也要自立 其實年紀更長的人可能有差不多想法 美國金融服務公司調查4500名成人 發現能判到遺產的人數相當少 過半數的Z世代和快六成的千兮世代 盼望能繼承一大筆遺產 確保財務安全和舒適退休 但父母這一輩以嬰兒潮世代為代表 也就是1946到1964年出生的人 打算留錢給子女花用的比率只有五分之一 60%的嬰兒潮世代有譽歷主 但內容以後世安排為主 而非財產分配 國外調查還發現有些人認為 與其留一大筆錢給後代 他們寧可用手頭現金帶子孫四處玩樂 那以我們公司這件對外的調查 那中高齡的員工 他們平均認為退休要有兩千萬的準備 可是大家平均算命可以到83歲 所以其實壽命變得比較長 跟我們其實上次看到一個數字 就是平均臥病的年齡是七年 所以我想大家手邊一定會準備 比較多的錢把自己照顧好 而不麻煩子女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想法 大家應該會對於中高齡或退休的人來說 會越來越多是朝這樣的一個方向去準備 平均壽命延長 加上通膨養老成本越來越高 國外調查的監果顯示 2020年受訪者認為可以安心移養天年的金額是九十五萬一千美元 差不多台幣三千萬元 但到2024年門檻已上升到一百四十六萬美元 大約台幣四千七百萬元 而大部分千禧世代和Z世代判不到雙親的老本 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計畫購屋 就會期待父母親或家人能幫忙出頭期款 專家認為長輩把自己退休金和醫療支出都規劃好是更重要的 而對年輕人來說 退休準備是越早開始越好 三十歲開始儲蓄和投資不嫌早 每個人會活多久健康多久 不知道及早準備才不會壓力過大 TVBS新聞正社為王一傑台北新聞報導 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讓業界直呼是金融海嘯 到底有沒有成效呢 要用三條紅線來做評估 看是否繼續第八波大方 所謂三條紅線就包含房價是否修正 不動產放款集中度 以及不動產貸款金額等三大指標 但有專家認為這三條紅線 光看第一條就知道第八波房打定了 第三季只是這個房價會收斂 他還不至於會修正 所以假如說房價沒有修正 他又引用第三季的資訊的話 那肯定第八波又要打房 專家解釋央行以實價登陸行情做標準 但貸款受限過戶時間拉更長 再加上逐批人工審核 起碼要延遲兩個月以上 資料才會完全揭露 再加上成交過戶時間 至少得等三個月 海啸真的第一排就是產業 房仲業 代曉業 他們業績減了一層 八月又減了兩層 九月又減了三層 幾乎已經夭折掉了 房再打下去 專家說整個市場都會趴掉 再加上房市第三季交易量 其實早就明顯降溫 而一到九月整體交易量 雙倍年增率收斂到兩層以內 桃園 台中 台南也逐月減少 還有很多人跟著台積電設廠買房 其中高雄男子廠帶動房價 更創下單瓶48.7萬 如今交易量卻大幅下滑 以八月份男子高雄大學生活圈來看 預售屋和新城屋只成交34戶 和七月相比縮減73% 央行一撥撥打房 這季重拳暫時還不會縮減力道 TB的新聞 張惠仙 台報道 徐先生幾年前買房 央行升息後 每個月多出來的房貸 一年都可以多飛日本兩次 當時購買的時候 我的利率最低是1.31 然後到目前已經到2.188了 對 那當時的話 因為我大概是貸500萬 然後30年去計算 所以當時月還款大概落在1萬7左右 那目前大概是1萬9千多 將近2萬 所以每個月增加大概是2千多 那一年12個月就是大概2萬4 徐先生沒有還款的問題 然而對很多購物族來說 物價上漲加上升息 薪資又沒成長 多少的利息成為經濟壓力 最危險的一種情況是什麼 它本來現在就已經是在付快限期了 結果又遇到升息 第一 它的月付金直接可能會增加一點點 可是它實際上的財務壓力 會來自於未來兩年三年 快限期到了之後 它馬上就是要本地攤 如果夫妻雙方或者是購物 它一個人的經濟財力 沒有辦法去負擔的話 它直接就會面臨到 它可能財務就會收支 就會直接失衡 不少購物族鬧錢荒 除了賣股換現金 還有不少人尋求信貸補缺口 不過其實信貸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屬於消費型的貸款 而且它要還款的期限也是比較短的 所以絕大部分的人都會是屬於小額借款 而且它其實也不是可以貸好貸滿 舉例來說 如果你的年收入是60萬的話 你每個月的月薪是5萬 那以銀行它來估算的話 它大概會是有110萬左右的額度 但這個額度呢 也不是你全部都能用 它還要去考慮到 你是不是過去有些信用卡啦 或者是之前還有學貸沒有付啦 銀行也會去衡量 你的月負債比不能大於7成 聯政中心資料顯示 目前有170萬人被信貸 借款金額高達1.2兆 其中男性生貸者的占比高達58.4% 女性則為41.6% 年齡不同 那它也會影響到它所貸的利率 舉例來說呢 如果是30歲以下的 平均看起來呢 它的利率都要8%以上 但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們看到說60歲以上的男性 他渴望可以貸到3點多%的 這樣子的利率 那主要也就是因為呢 信貸它主要是無單薄品的貸款 那因為呢 它卻衡量的是包括你的年收入啦 或者是你的工作 所以呢年齡越大 在社會上的資歷 工作經驗更深喔 所以你償還貸款的能力相對在銀行眼中是比較好的 另一方面央行現代令對於先買新房後賣舊房的換屋族可能受到影響 儘管祭出松綁措施 仍被形容是只開小門縫 因為我最近是時候想要換屋 那要換屋的狀況下 其實從最早現代令到後來的第七波的選擇是信用管制 到上個禮拜開始政府有把它推出解套的措施 例如說它放鬆了 對於繼承的房產的這個部分的人 它有解套 那對於換屋族而言 幫助並沒有那麼大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比較大的痛點是 我認為銀行的權力被無限的放大了 我們去跟銀行申請的過程當中 就算你遞交了 可是銀行有選擇性 什麼時候才能夠合你的見這件事情 等於是你的排隊要排很久 銀行的放款的速度 不像你想像中的快 你現在10月 你可能為了要真的要放款成功 撥款成功 可能是12月底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的銀行業者 在放款的水位上 已經到了一個他們的臨界點 一個高點 所以第一 它精選客戶 精選客戶就是說 它要確保你這個客戶 信用條件好 還款能力不錯 甚至就是我既有的往來的VIP客戶 我才可能放款給你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信用條件的話 有可能 第一 你可能是找不到銀行 願意貸款給你 原來的屋主 就是賣給你的人 他願不願意等那麼久 搞不好 我賣給你要等三個月 我賣另外一個人 下個月我就可以不開始拿到錢了 想買房 缺資金 還不一定借得到錢 面對高房價 有多少無殼蝸牛放棄 買房念頭 TVBS新聞陳侯祥王會與台北採訪報導 我賣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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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賣給你